大家好,我是Klaus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讨论一下 在投票结束之后的选举程序 和在有争议的情况下会发生的几种可能 在这些可能的情况下,会是谁来当总统呢? 如果现任总统不放弃权利又会怎么样呢? 同时也会回顾美国历史上发生的最具争议的几次总统选举 请跟我们看到最后哦,谢谢! 上一期节目,我们讲解了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 美国的总统选举虽然不是直选 也就是说不是直接根据选民票的多少来计算的 但是美国的选举也是普选,一人一票 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权利参与 第一阶段,以普选的方式选出选举人 第二阶段,选举人投票选出总统 到目前为止,第一阶段还没有结束 还有很多州没有统计完成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代表选举人票的数字 其实都是媒体的预测 两位候选人的选举人票还是0比0 在11月3日投票日之后 各州大约有5周时间弄清楚 哪位候选人赢得了本地的选举人票 这段时间被称为安全港 今年的截止日期是12月8日 如果有的州在截止日期前不能达成共识 就需要上交国会来决定 美国的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如果参众两院意见一致 那就可以决定该州选举人票的归属 如果不一致,那情况就变得复杂了 可能拖到第二个截止日期 也就是12月14日 各位选举人要在各自州内碰头 投出选举人票 如果在第二个截止日期之前 国会没能达成共识 那么该州就不会宣布获胜者 该州的选举人票就会宣布无效 这种情况今年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在四个关键的摇摆州 北卡、宾州、密歇根州及威斯康辛州 当地军事分裂政府 民主党人担任州长 但共和党掌握州议会的多数席位 在历史上的南北战争结束的1876年的选举就是如此 当时有四个州在选举人投票环节上存在争议 最后由国会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协调的委员会 委员会协调两党及南北各方势力 最终判定了这些州选举人票的归属 决定了大选结果 当然这些都是在政治上的程序 如果中间有任何步骤 涉嫌违反法律 随时可以由任何人提出诉讼 而进入法律程序 甚至美国州的立法机构 还有一个储备权利 让他们可以无视本州的投票结果 自己来任命选举人团 州的立法机构的判决 也有可能被联邦最高法院所推翻 本次选举过程中 川普的一方就在各州提出 民主党在计票过程中 有舞弊和作假的嫌疑 川普也多次称会打官司到最高法院 美国总统由最高法院决定也不是没有先例 最近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发生在2000年 小布希和戈尔的选举 两人在已确定的州内 都没有拿到超过一半 也就是270张选举人票 最终决定胜负的关键 就在佛罗里达州的25张选举人票上 谁赢了佛罗里达州 谁就赢得了总统选举 两个人在佛罗里达州的选民票非常接近 第一次计票后 小布希领先戈尔不足2000票 因为在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自动启动了用机器重新点票的程序 重新点票之后 小布希的领先优势减少为不足1000票 由于当时选票设计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格尔宿主佛州的最高法院 再进行一次人工点票 这可能会改变选举结果 而小布希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决 阻止了对有争议的选票 进行人工重新计票 所以最后小布希以271票 仅超过半数一票的结果当选总统 如果川普这次宿主到联邦最高法院 那么川普就可以说很放心了 因为那里的保守派法官占多数 两周前 当川普提名艾米·巴雷特宣誓就职首席大法官时 川普就站在他的身边 不过司法介入行政 原则上不符合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 有些人认为 法院判决介入选举过程 更是对民主的破坏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 当双方在政治上产生分歧 僵持不下的时候 没有比法官更合适的 作为第三方调解人的人选了 不管是国会的程序 还是法律的程序 都有可能僵持不下 导致有争议州的选举人票作废 而任何总统候选人 都拿不到超过270张选举人票 而国会和法院 一时间又没能决定总统人选 如果拖到现任总统任期结束 那就会产生权力真空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美国宪法因此对总统选举 有一个最终期限 无论如何 在1月20日 都必须要开始一个新的总统任期 如果确认总统人选 陷入僵局 但参议院可以确认副总统人选 到了就职日 根据宪法 就会启动继承计划 参议院选出的副总统 将会成为总统 副总统会在贺锦丽和彭斯之间选择 如果参议院也没能选出副总统 那么下一个顺位担任总统的人选 则是众议院议长 目前为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 对于任何政治制度来讲 最脆弱的时候都是在权力交接的时候 所有的民主过渡最终都是建立在 一方愿意将权力让给另一方的基础之上 不在某个阶段承认败选的话 权力就必须通过武力来划定归属 要么由军队决定 要么会发生内战 很多人担心美国会不会走到这一步 在其他国家的普通总统之中 选举委员会会宣布选举结果 然后政治焦点马上转到落选的选举人身上 此人必须做出关键性的决定 是否承认败选并接受选举结果 这是民主制度最具决定性的 也是最危险的时刻 相比之下 尽管美国的非直选的选举制度 存在各种各样的古怪和缺陷 但它提供了更为系统性的保障 其他国家有一个人做出单一决定 而在美国是在通过一系列 错综复杂的法律程序 和长达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做出的 这些程序把决定败选的权利 赋予了宪法制度中人数众多的参与方 美国的总统大选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是12月中旬之前的 各州选民票计票阶段 第二个是1月份 国会进行的选举人团计票阶段 第一个阶段涉及无数的地方 州级官员和法院 这些参与者中 只要有一小部分人打破党派界限 他们就能实际上决定哪方败选 比如一名承认支持对立方选举结果的州长 或者一个双方都愿意服从的司法裁决 2000年的小布希和戈尔就是如此 戈尔的败选承认在这一阶段就出现了 明年1月 国会召开会议 统计选举人票的下个阶段 为承认败选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 如果某个州的选举人票存在争议的话 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分别开会 对争议作出裁决 众议员或参议员中 可能有一小部分会打破党派界限 通过有利于对方的方式 解决争议 承认败选 历史上也仅仅只有一次 选举争议进入了第二阶段 也就是之前讲过的1876年的大选 国会发明了一个解决危机的程序 把争议推给了一个指定的委员会 最终在各方之间调节了选举结果 美国的复杂和漫长的选举机制 为找到妥协和承认败选 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机会 随着就职日的来临 选举失败的一方 就会慢慢的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参与方 承认败选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 所以美国200多年以来 都没有发生过因不承认败选 不放弃权力而产生分裂的情况 相信这种极端的情况 今年也不会发生 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 上一期节目 我们讲解了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 网友Lars和FCCP说 美国投票机制跟监票机制 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 美国大部分人都是有信仰的 撒谎也是犯法的 所以美国社会是建立在高度诚信的基础之上 确实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 投票不需要出示身份证件 注册选民也没有严格的审核程序 有人就试验让自己家的猫投了票 网友阿基仔说 中国特色的选举投票流程是倒过来的 先决定当选人 再提出候选人 最终确定谁是选民 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 我是Klaus 我们下次再见